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人类不需要两脑的节目 那么今天我们来进行一个Mind的大型发布会 首先我来说一个现象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自从这个新疆棉BCI事件过后 好像全网很多商家就跳出来 说自己的产品是新疆棉做的 这个现象我就感觉蛮无语的 因为你们这些商家早之前干嘛去的是吧 现在舆论风向一遍 你就跳出来说自己是新疆棉来蹭这个热度是吧 我都怀疑很多商家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用的是什么棉花 他就堵这个消费者也不知道 就打个新疆棉来蹭这个热度 我觉得这个现象反映了一个问题 就行业内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现在说起国外的一些面辅料 我们脑子里是有这样几个品牌能跳出来的 不管是面料还是辅料 像面料的话 我们可能会先想到什么GOTES 什么SIM的新雪莉 什么烤杜拉之类的 然后你说起国内的一些面料的话 就像我脑子里可能也都没有很明确的 几个名牌的这个面料 是吧 就是说国内的这些面料厂商 一些沙线厂商 他可能是没有那么强的一个品牌意识 导致了这个问题 就是说大家都跳出来说自己是新疆棉 怎么怎么样的 是吧 那么今天我就带大家看一下 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新疆棉 这次发布的第一个产品 这一件是MAN的一个采棉短袖 对用的是中国采棉的这样一个面料 采棉顾名思义就是彩色棉花的意思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中国采棉公司 然后再来介绍一下采棉这个面料 因为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采棉公司 可能很多人都听都没听过 中国采棉公司创立于1990年 90年 作为兵团控股的拟上市公司 主要以农业高新技术推广 和研究为主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主要从事天然彩色棉花的科研育种和种植 加工及产品销售 是新疆第一家中字头企业 然后它的天彩牌这个面料 荣获中国名牌 中国持名双标 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 然后就反正就是买牛逼的家公司 这家公司也是专门从事彩色棉花的一些研究 销售 这一件就是用他们公司的彩色棉花做的 他们这个天彩牌采棉做的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一件的大致的一个外观 然后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这个彩色棉花 我们先讲领口 这个领口也是面料商配套的这样一个领口 还是有那么点弹性的 但是这个领口质量也是极其OK的 然后工艺的话 我也是采用了尖道尖的包边条 锁链包边条 领口这边也是双针的一个工艺 然后袖子这边也是双针的一个工艺 就是说这件衣服的耐久度已经完全点满了 摸起来是很舒适的 这种舒适区别于那种你的面料或成衣拿出水洗后的那种假的这种舒适 原汁原味的棉花制成的 然后这一个是采棉公司附赠的一个防伪吊牌 只要你到达这定面料 它就能给你一个防伪吊牌 你刮开涂层之后呢 就能查询这个真伪 上面写着用天然棉花想绿水青山 然后这个采棉的话 刚才我也讲这个面料极其的舒适 然后它的颜色呢 这种颜色它是一个全天然的一个颜色 就是棉花在生长过程中的一些色素沉淀下来的一个颜色 对所以说这个颜色它是没有经过后期的蓝色 一些固色 所以说这件衣服很轻浮很轻浮 然后很柔软很柔软 而且是全天然的一个柔软 然后采棉的话 在中国的历史其实是蛮悠久的 在1819年 像我们江浙这一边呢 就有记录记录 就是说我们这边出口彩色棉花到欧洲了 然后在当时在欧洲还是很风靡的 然后这个采棉 它做的这个东西有个特点 就是说它是从棉花到纱线直接织成面料 如果说是其他那种普通的那种短袖的话 它织成面料之后你要去做一个着色 如果你是要做白的 像我们上那种白的还要去漂白呢 你上完颜色之后呢 你还要做一个固色 就是后期有很多道的一个化学的这样一个处理的这样一个工艺 但是采棉呢就完全没有这些工艺 所以说这这衣服它对环境呢是极其友好的 因为它的污染少 它不需要排污啊 你像蓝色这种就是重污染的这个行业吧 但是呢 所以说白了就是很环保 但环保这两个字 就说出来就感觉很奇怪 那就是对环境很友好 它的柔软一方面呢是因为它没有经过这些后期的一些处理 我觉得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说 因为它的棉花本身的这个品质很OK 是吧很牛逼 所以说它做成沉溺之后就能很柔软啊 但是这种柔软的只有大家买去之后才能感受到这种真正棉花的这个柔软 所以这采棉在我看来其实是蛮好的一种面料 讲了这么多采棉的一个优点呢 那为什么我们现实当中好像采棉的东西看到不多啊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采棉 这就说明了它其实还是有缺点的 它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它的这个颜色比较少 是吧 像我们现在穿的能有一些荧光系的一些一些很跳的一些颜色是吧 但采棉做的它只有棕色跟绿色的两大色系 就是说颜色真的很少 而且它的颜色的色劳度它没有很高 因为它是全天然的颜色 这时候你如果用了一些漂白剂一些化学试剂 到了上面的话它可能就会变色 而且你直接穿的长的话也会变色 就是说它的色劳度肯定不及那些化学处理过的来的色劳度那么高的啊 那你能想象如果地里长中荧光色的棉花 那你敢穿吗是吧 我反正是不敢穿的啊 所以说我这一次选择了相对保守的这样一个 接近米色的这样一个颜色啊 如果这一件日后反馈好的话 我可能也会出一些绿色系或者说棕色系更深的这个颜色啊 后期也可能用到身后的这些牛仔制品上面啊 用彩棉去做这样一个单领布我觉得也蛮好的 那这一件真正的新疆棉花彩棉短袖 我就介绍到这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产品啊 我身后这两件我日思夜想的这个圆筒短袖 筒织短袖 因为我一直想做这种技术款来满足我的日常 不管是内搭还是外穿的这样一个需求 因为我一年四季呢 也都是要穿短袖的就是穿在里面的是吧 这统制短袖就顾名思义呢 它是没有侧缝的啊 它是这种圆筒机制出来的啊 然后我们来看细节 细节依旧先看领子 这个领子我是用的一个超超级扎实的一个无坛的一个领口 然后呢工艺呢也是跟彩棉短袖一样 因为这基础款呢真的没有太多可以介绍的地方 是吧也是尖到尖的这样一个包边条 对 然后袖子这里呢也是双针 然后领子这里呢也是双针处理 然后这一件的面料它用的是250克的一个料子 整个手感就是跟彩棉是两个极端 这一件的手感就是偏硬的手感 然后彩棉我用的是200克的这样一个彩棉 然后这一件250克 250克这个重量我觉得还好 没有特别的重磅 但是呢这个厚度也是已经很扎实了 如果像我之前300多克的话 夏天穿真的太热了 然后这一件的版型的话 你能看到也是小领口设计 版型呢还是偏复古的一个版型 彩棉那一件呢就是偏正常的一个版型 领子也要稍微大一点 这一件的领子 能看到就是这样一个造型 就复古那位就来了 然后这两件真的没有太多要讲的地方 因为它真的是基础款 基础款你只能选择在面料 还有一些辅料上用的稍微好一点 是吧 然后这几件的话 我就先不向大家透露 因为这我计划等到秋天再上了 嗯到时候秋天我再来做一个介绍 现在就暂时保密啊 然后我之前也讲过呢 就是说首批原价购买S01-X的用户 就是卖的那个牛仔裤的用户 都会赠送一件新品 但这件新品我觉得送短袖就有点 呃没意思是吧 到时候我会从后面这里我挑一个款嘛 不管是裤子啊还是说 呃扭翼啊 到时候从后面的款送给大家啊 就不会忘了 大家等到秋天就好了 好了那到最后公布价格的这个环节了 价格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点 我之前的S01-X大家都说太便宜了 人都穿得起啊 那这次价格采棉短袖169 169 169大家就能穿到真正的 顶级的这个中国新疆棉花座的啊 这大家要把大家可以去刮了查询一下真伪 然后采棉短袖169 统治短袖的话就要更贵了 统治短袖189 189 因为这可能很多人说 哎大脑你这个189 一个基础款是吧 那这市面上有太多可替代 可替代了啊 确实确实 因为他没有做任何多余的设计 只不过我为了满足日常的我的个人这个需求 我才做出来这样一个短袖 所以说卖189肯定就贵了 那189两件189两件 那这一次的包装的话 我选择了这个镀帮纸再去包装 镀帮纸呢 它本身也是很环保的一个材料 为什么用镀帮纸呢 因为我觉得彩绵呢 它是一个很环保的一个材料 这时候你用了一个不环保的包装的话 我觉得稍微差点意思 那索性就把环保进行到底啊 那既然就进行到底了 大家也可以选择 就是没有衣服的改美 就是说你可以紧拍这个纸袋啊 当然价格还是一样的 因为有些人可能这个衣服太多了啊 所以说你也可以紧买一个包装啊 好不开玩笑 那这一次的发售时间的话 是25号的晚上8点 那么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要讲的 好像也没有加太多要讲的地方 那这一次的MAN的大型发布会 就到这里为止 讲大型发布会好像有点太装逼了 不适合我这么低调的这个性格 那可能讲小型掐贩视频才差不多吧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为止 大家不要忘了点赞关注留言三连一下啊 最后呢这个新疆棉真的太浓稠了 真的很舒适 大家只有买去才能知道 好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